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四 开红盘第一天 大跌了696点 今年这只老鼠很嚣张 开红盘第一天就出现大跌 将近700点 跌幅5.75% OTC指数跌更多 OTC甚至于跌到6.2% 中小型股间跌得更重 但原因我想也不用我再多做解说 原本大陆的疫情早就已经出来了 可是大陆当局一直都说控制很稳定 控制很稳定 所以大家也都比较放心 因为还没有很明显的扩张 直到我们台北股市封关之后 大陆股市比我们多交易两天 在大陆股市即将封关之际 才发布武汉封封封封封封封这个动作出来之后 让全世界股市哗然 大家都吓了一跳 怎么突然间 整个情况变得那么严重 但封封也当然有它的必要性 恐慌的形成这是必然的 可是在疫情没有办法控制之下 限制人员的流动 这是一定要的 所以武汉封封封之后 让全世界的焦点全部摆在中国大陆身上 那过年这段期间 全球股市也都出现比较多的明显的回答 那这几天的过年假期 我相信大家过得都蛮紧张 蛮恐慌的 不管是你有没有投资股票 有投资股票的 关心股市的一个行情 没有投资股票的更关心疫情的发展 那这段期间我在家里 我也每天在注意疫情的变化 所以在昨天我特别把全球股市这段期间 股市的涨跌幅统计出来给大家看 我们是1月20号封关 到昨天1月29 今天1月30开红盘 那这段期间将近有 因为我们是礼拜一封关嘛 那今天是礼拜是开红盘嘛 将近有一周又多两天 也就是说大概有七个交易日 有七个交易日台北股市在过年 可是国际股市是持续交易的 当疫情发生之后 当疫情开始扩大恶化之后 全球股市的表现 我把它做一张统计表给大家参考 大陆股市在封关前两天 上证跌了3.9% 深圳跌了4.1% 那我们过年期间 七个交易日日本跌了3% 香港跌了5.7% 香港在昨天1月29号已经提前开盘了 那开盘当天跌了700点 主要跌幅就是在昨天形成的 那今天香港股市也继续跌 那南韩在我们休假期间跌了3.5% 新加坡跌了3.1% 印度跌最少 好像整个疫情跟印度没关系一样 印度只跌0.8%而已 那道琼跌了2.1% 纳斯达克跌了1.2% 分成报酬体跌了3.1% 欧洲股市更稳 跌德国跌1.1% 英国跌2.4% 法国跌2% 那目前疫情在世界各国 都有陆陆续续发生 可是主要封锁还是封锁在中国大陆境内 那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是零星个案 都是个位数 台湾这边已经有8例的确诊 那8例其实还不多 整个状况在台湾控制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欧美因为距离中国比较远 所以股市的影响很明显没有来的那么大 那这个涨跌幅给大家做参考 也就是说过年期间 我们有7个交易日再放假 那平均跌幅都在3% 香港当然没话说啦 因为大陆股市要等到什么时候 要等到下个礼拜一才会开市 所以没有大陆股市的参考 反而香港是一个参考的重点 那香港因为本身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香港也变成是大陆股市的一个指标 所以大陆香港股市这是首当其冲 这没话说 那其他国家平均跌幅都在3%左右 欧美股市跌幅控制在2%以内 所以最近过年这段期间 我一直在关心这个变化 全球股市的变化 那让我还比较安心 因为整个状况控制都还很稳定 那甚至于在昨天晚上 在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还是呈现上涨的 而且是连涨2天 你看道琼 道琼昨天最多涨了200多点 收盘涨11点 那礼拜二的时候 涨了187点 所以美国股市其实跌只跌2天而已 第一天小跌0.5% 那礼拜一跌比较多 跌了1.5% 紧接着礼拜二跟礼拜三已经回稳了 所以美国股市相对 稳定性是比较高的 没有受到 中国疫情影响冲击来得那么大 是美国股市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跟 大陆生意往来比较密切的 影响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费成报告体跌就比较多一点 费成报告体总共跌了3% 其实影响也还控制得住 欧洲跌最少 德国已经连续两天已经回稳了 只跌一天而已 那连续三天的连续两天的回稳 德国只跌了1%多而已 这是欧洲股市的部分 那甚至于美国股市在昨天 还有几家大涨的公司 这里面尤其大家最关心的 Apple 苹果股价昨天又涨了1.59% 再创历史新高 财报发布之后 只跌一天 财报发布之后就直接创新高了 所以可见的美国股市其实 还是相对比较强的 对于疫情的影响 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 那这次苹果股价从170美元 昨天已经来到325美元 这对台北股市有稳定的效果 尤其是对于苹盖股来说 缆尖恐慌心理之下 苹盖股也被杀得七分八数 跌停板也是蛮多的 这个影响我们再来谈 那昨天美国股市大涨另外一家 Intel 昨天虽然跌了1.45% 可是Intel财报发布 你看我们修饰的时候在这里 我们封关的时候在这里 那这段期间 Intel是飙上去的 也没有受到疫情的干扰 财报利多的带动 那另外一家这边看不到 可是可以跟大家讲 起义 起义 财报发布之后 昨天大涨10% 也是创新高的 那最亮眼的焦点是在特斯拉 特斯拉昨天又创高 589美元 你看完全没有受到疫情的干扰 还是持续涨 我们封关的时候 特斯拉股价在510美元 我们封关的时候 特斯拉在510美元 那昨天已经来到 580美元 又涨了70美元 好厉害啊 因为美国的法人把特斯拉目标价 一口气拉高到800美元 800会不会来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距离真的太远了 现在在将近快600 一口气喊到800 那确实在全球股市恐慌之际 特斯拉还逆势在大涨 所以特斯拉概念股你要注意 特斯拉概念股恐怕会成为 最优先抗跌的族群 当然今天强势的股票还是有 防疫概念股 等一下我们再看 今天很多人在抢防疫概念股 防疫概念股跟口罩有关系的 甚至于生气股 今天都成为大家强的焦点 可是你要注意 毕竟获利如果不是很强的时候 这种意识性的题材 尽量还是以短线为主 尽量还是以短线为主 所以美国股市其实在 这次大陆疫情的影响之下 影响虽然是比较小的 除非说跟中国生意往来 比较明显的 像美光AMD AMD这个跟美国生意比较 往来比较明显的 这个痛击可能会比较大的些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看完国际股市的表现之后 我们来看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开低 本来市场预估今天开低 跌个300点400点正常 因为全球股市这段期间 都跌3%左右 所以台北股市跌300点400点 大家是可以预期的 可是没想到竟然跌到696点 最多跌到700点 可见得恐慌心理使然 恐慌比实际超越很多 担心谨慎是必然的必要的 可是过度也不好 过度也不好 那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今天台北股市是史上单日最大的跌幅 史上单日最大的跌幅 你知道一天要跌到600多点不容易 不容易看到 我们来看最近这段期间有跌那么多的 不容易看到像今天这一根是将近700点 这要好几年才会有一次这样的跌幅 107年10月份 10月12号 10月11号这一天 这一天也跌了6.3% 跌了660点 那这一天为什么 因为美国零突然宣布对中国加税 美中贸易战突然宣布加税 所以这一天大跌了600多点 那警戒在往前 很少会看到有跌超过600点的 要好几年才有一次啊 这一天 这一天其实也不到600点 盘中一度到600点 盘中一度到600 盘中一度到6% 收盘的时候就跌了4.8% 在104年8月24日 那警戒开始行情就一路上来了 那这一天主要原因是因为 主要原因是因为 中国经济的放缓 让大家担心 整个全球经济的脚步是会慢下来 可是这一天大跌之后 整个行情就上来了 那这是104年 所以就是说这四年里面 有跌到6%的 只有连今天第三次而已 所以这种机会是不容易看到 跌到6%的机会是不容易看到 那这次疫情 大家可能会比较 把SARS的情况拿来做比较 因为相同都是疫情的关系 SARS呢 让大家还记忆犹新 我今天特别把SARS 当时的情况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SARS的发生是在2002年 就是民国91年 11月其实已经有发生个案了 那一直到民国92年 2003年2月11号才开始出现通报 所以通报一发生就出来之后 全球股市跟台北股市也跟得下来 可是没有像今天来那么恐慌 这个跌还是属于比较理性的 那直到3月份 台湾开始有第一例的境外一路 就是这一天 那这一天跌了4% 可是跌了一天之后 警戒就反转了 就上来了 那直到4月20几号 和平医院发生封管的事件 封院的事件 那和平事件 和平医院封管封院 行情急跌三天之后 开始就一路上来 那大概跌了将近600点左右 跌600点左右 行情就开始上来连跌三天 那当时位阶比较低 在4000多点 最低点4044 4月28号 那警戒开始就一路涨了 可是当时疫情都还没有结束哦 疫情是直到9月2号 才完全消灭落幕 可是股市在恐慌之下 急跌三天就开始翻转了 那420期间 全球总共有8096个病例 那全球总共774位死亡 中国4698个病例 284位死亡 台湾是346例 那死亡病例是有73位 那台湾目前还只有个案而已 所以大家不需要那么恐慌 事情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 大家有防御的心理 有防御的措施 那行情就能够 状况就能够控制在比较稳的状态 所以当时因为大家都没经验 所以爬爬灶 感染率很高 所以当时台湾有346例 目前没有啊 只有8例而已啊 对 而且没有那种坏的消息出来 所以今天这种杀法 确实是有点恐慌过头 那当时和平医院 封院跌三天之后开始一路涨 疫情也没有结束 可是已经开始一路涨了 那这个涨直接涨到 年底7100多 7135点 而且是连续涨了五年 而且是连续涨 大家看一下 而且是连续涨了五年 当时SARS发生的时候在什么时候 当时SARS发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 在这里 当时SARS发生的时候在这里 SARS发生的时候在这里 SARS发生完之后 连涨了五年 来到9800点 才发生雷曼事件 才发生雷曼事件 所以很多事情在恐慌之余 你不需要随着市场去做过度的联想 谨慎必要 可是反应不要过头 今天台北股市跌600多点 跌停板加速很多 今天跌停板加速 我们来看 今天跌停板 我们算9% 因为9%跟跌停板已经差不多了 跌到9%的加速总共有高达 500多加 跌到9%以上的加速总共有500多加 那跌幅5%以上的更高达1100加 你说今天有三分之二的公司 都跌超过5%以上 首先大跌很正常 因为恐慌心理之下 大家三个欧白台国票都进行的 那今天大涨股票也有 可是都集中在什么 都集中在防疫的概念股 比如说像心力 合同 甚至于花仙子 美无法 美得一 终身化 国光深 跟口罩有关的像 毛宝 南六 康纳香 恒当 大家都在追逐这些股票 那这些个股 这是题材性 短线上或许还会有表现 可是这些股票普遍都是业绩不好的 你看都是个位数的股 都是十几块二十块钱的股票 所以在抢的过程当中 你也不要不要去穿太高 穿太高也够危险 那今天这些加速很多 所以我之前在封关前 林田彦就一直提醒你们 要买底部不要去追高 要买底部不要去追高 买底部今天大概还是跌 可是它的抗跌性会最快 因为股价本来就跌很深了嘛 再跌空间有限 可是如果高档股票 到时候一跌下来之后 那个风险会相对更大 所以当时我已经一直提醒你 买底部不要去追高 我们来看几档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的个股 那其实这个地方 你要特别留意到的是 哪些股票要避开 哪些股票OK 第一个 以中国内需市场为主的 这个影响可能会最直接 这是第一线的股票 那观光旅游 像今天饭店类股 观光旅游就是首当其冲 旅游类股也是一样 再来就是生产据点在中国大陆的 可是这不能以偏概全喔 因为你生产据点在中国大陆 可是你如果是以外销为主的 虽然说大陆他们现在开工已经限制 从元宵节过后才可以开工 可是几乎每一家公司 他都有安全库存两个月 所以安全库存两个月的时候 还不会有像现在大家所讲的锻炼的问题 没有那个问题 像今天5G概念股 稳帽 这还算是强的喔 2383台光电 6213连帽 6230超纵 3324双红 今天都被打到点点板 大家都一直想买5G的股票 好不容易有下来让大家减的时候 虽然说疫情还没有控制下来 可是5G是一个未来三年 甚至于五年全球会积极布局的焦点 所以既然未来是三年五年全世界的重点 那么利用这次压回的时候 反而是你减便宜货的时机 所以不要一味的恐慌 反而把机会给错失掉 那就可惜了 所以5G概念股 不管是稳帽 操纵 双红 台光电这一些 要特别注意压回低档的买点 这个是正好利用这次疫情的关系 让大家有减便宜货的机会 不要急啦 联合院全程在注意当中 当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再来逢地做承接 好那哪些公司能够受到不受影响呢 以美国为出口接单为主的 这受影响会最小 以美国为主 生产据点在台湾的 这两组 尤其股价如果在低档区 你不要去买台 这未来回来速度会很快 这是整个选股概念上面 简单跟大家做的一个报告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几档值得大家留意的标的 我们刚看到特斯拉 股价在上历史新高 茂连 今天很明显 大盘开低后 对四百点楼到六百点 楼到七百点 今天外资在台子级近多单部分 卖出了一万一千口 外资卖了一百七十七亿 可是茂连开盘就是最低点 所以很显然的低档有人在接 今天成交量两千七百多亿 散户疯狂在杀股票 那到底谁在买股票 一定是有特定人 特定人在买特定的股票 茂连特别注意 特斯拉大涨对于茂连来说 这要回来会很快 这要回来会很快 尤其特斯拉是以全球市场为主 不是重点在中国大陆 所以茂连特别注意 不要去买台 那另外333706的神达 这今天也是低档有买盘的 开盘就是最低点 那收盘只跌了一块四 跌了4.8% 今天跌幅在5%以内的 甚至于4%以内的 都是共小过 那神达主要是以北美伺服器市场为主 尤其神达子公司新历史 股价在封关前已经大涨了92% 涨幅 唐榜在美国是第二名的 所以神达今天也是开盘最低 有买盘进场 这也不容易 在封关前 外资买进神达 买了8000多张 这外资也来不及 今天下来之后低档还是有买盘 美股净值高达36.2元 所以你不用怕他 这个股票是在那些隔点跌的 这种股价在低档你不用担心 那是这样的标的 你都不要去乱杀低 那跟大陆有关当然是优先先避开 像今天沪山肉也可以是 我们也是通知会员 开盘第一时间一开盘就先退 因为大陆要等到下礼拜一才开市 那剩下这两天时间 大陆股市还没有开盘之前 先不要急得动 等大陆市场稳定了之后 大陆相关的ETF要买再来买 好是先避开最危险的族群 好今天大总也是开盘之后 开盘在96被打到底顶板 可是大总要记得 这整理相行整理的七个月 尤其3D列印跟疫情是没关系的 3D系统的主要代理商 好跟零件供应大总 大总去年美股获利也是创历史新高 去年全年大概8块半 获利翻了一倍 在封关前才挤拉两天而已 这个压回逢低也是早买点 不要去我买台 那VHQ 今天也是一开盘的跌停板 可是这个股价已经很低了 去年高点190 前年高点230 目前已经在低档了 尤其连续三年都赚一个股本 今年业绩还会再成长20% 所以GEOGOPIO 不要去我买台 注意低档的买讯 注意低档的买讯 还有很多股票 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跟大家谈 因为时间的关系 10档底部GEO股 10档底部GEO股 这两天如果落底完成 包含5G概念股 这10档底部GEO股 都是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在7个月8个月底部 这两天落底完成之后 该减便宜货的时候 你要懂得勇于低接 你还不知道 没关系 包含5G概念股 来找林德燕 等买点到 我们一档一档来承接 我们一档一档来承接 我们的负战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明天见